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椰康种植者 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草莓的生长情况 这个草莓呢,其实是从8月份就开始开花了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比较冷 这个草莓苗呢,还比较小 所以呢,我就把刚开始的花呢,都打掉了 然后从9月份呢,开始留花 然后让它开花结果 然后一个多月过去了,现在是10月份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那个结的果子呢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数量了 不过呢,今年的草莓呢,也不是完全的顺利 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就是叶满 叶满的英文呢,叫做mites 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 藏在叶片背后 吸食叶片枝叶的一种害虫 用这个手机是没有办法拍到的 事实上呢,就算用肉眼去观察 这个叶满也是很难发现的 要想检查叶满呢,你可能需要这样一个工具 那就是高倍数的放大镜 那么我是怎么知道这个叶满出现的呢 就是有一段时间,大概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 感觉到植物生长的速度比较慢 然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个叶面的正面 有这种黑褐色的色斑 同时呢,有一些叶片的颜色 也出现了很奇怪的变化 就比如说像这个叶片 它的这个绿色的叶片上呢 有很多这种淡颜色的小点点 像这个叶片就更加的明显 一旦这个情况发生了,你就要赶紧把它翻过来 看看它的这个背面 有没有出现问题 把它翻过来 如果你发现它这个背面呢 有这种灰褐色的 干枯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那很有可能就是出现叶满了 用高倍数的放大镜去看呢 你能够发现有很小很小的这个小虫 它在这个叶背上潜伏着 我这里的这种叶满呢 叫做双点叶满 就是说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身上有两个黑色的黑点 就像眼睛一样 叶满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在种植草莓的时候呢 其实应该早一点进行观察 在第一时间发现有叶满的存在之后呢 就应该赶紧采取对策 对付叶满呢 最好的方法其实是用生物防止 用它的克星 也就是捕食满 但是很遗憾的是呢 在澳大利亚这种捕食满 不仅不容易买到 而且价格比较贵 除了捕食满之外呢 也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安全的杀满剂 是一种专门用来杀满虫的药剂 但是这种杀满剂呢 对于普通的种植爱好者来说 也是很难获得的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 只找到了大桶桩的 大规模商业种植用的这样一种包装 如果是花几百块买一桶这个杀满剂 那么这个小菜园呢 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所以这个方法也行不通 所以到最后呢 我也是用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首先是对这些草莓植株 进行了这个危害的评级 像种在这个右边的这几棵 因为种的时候这些苗比较大 它们相对来讲呢 就是更壮一点 所以这个叶满的危害 表现并不是很明显 而左边这四五盆呢 因为在种的时候 本身是用的是小苗 它们就相对弱了很多 所以这几盆呢 我是特别的对待了 我首先呢 把这些感染病害的老的叶片 全部都除去了 这样做呢 是在第一时间能够控制住 叶满的这个总体的数量 接下来呢 我是对它们喷湿了这个 NEMO的一个吸溶液 特别是针对这个液背的部分 我的感觉是呢 这个NEMO它不是一种专门的杀满剂 它对满虫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 不过呢 如果是用一比一千的这个低浓度的溶液 同时呢 每周进行大概两次的喷湿 因为叶满呢 本身不是很适应这种湿润的环境 所以呢这个多少呢 它是有一些效果的 因为从开始制这个叶满到现在 大概有两个星期了 整体的这个形式呢 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好的 那这一集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有比较好的 对付叶满的方法呢 也欢迎留言跟大家进行交流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耶康种植者 我们下集再见